记者刘雨沁澎湖报道,华福集团华鹏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澎湖新建的崇光度假村BOTN,105年9月23日举行动土典礼,今日又举行奠基大典,宣称年底前完成第一期工程,罕见两次公开一事,熟悉工程的人士表示为正常程序,只是有公开,非公开之分。 崇光度假村自105年1月30日签约以来,曾传出融资,挖到谷海及土方等问题,而较晚洞土的深恒昌三号港购物广场及蓬城饭店都已完工启用。 澎湖县议会还因此举行专案报告,将投资案由22亿元缩减为5亿元规模。 在相关问题依赢任而解后,今日的奠基祈福大典,除了有安定临近崇光李明星里外,更有宣誓进度正常的意味。 奠基祈福大典由县长陈光复、华福集团总经理林一龙共同主持,并邀请议员蔡清旭、崇光李长陈天成及德卫李明县场管理。 首期工程120间Filla投资5亿元,预计在今年11月完工。 陈光复表示要当第一个进驻房客,而第二期工程235间Filla投资22亿元,则将在明年底完工,预计可创造上千个工作机会,并带动崇光邻近地区发展。 由于崇光度假村以往是乱葬岗,经前舰长赖峰伟大力倡导前古入塔政策,清理出8公顷土地。 由于当地都是具有价值的土方建材,因此澎湖宪政,府规定土方不得已出工地,除了土方交换或是崇光李公共工程申请使用之外,避免造成弊端。 所以工地现场处处可见土方堆积如山的景象。